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在这个疫情期间啊 有一种服务现在是如这个野火燎原一般 逐渐的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个就是月费的服务 这个原来呢我们都以为说月费 一般来说都是叫做订阅服务 很多情况之下呢 是比如说有线电视 你需要付月费 什么电话公司需要付月费之类的 但是现在呢 它有更多的面就开始出现了 有一些是直接给消费者服务的 比如说你现在可以和任何的一个 也不能说任何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这个连锁商店 你都可以跟他们订一个约 说你每个月我付一个一点钱给你的话 你每个月给我送这个东西 每个月给我送那个东西 是搭配好的 比如说牛肉馅也好 牛肉也好 鱼也好 水果也好 都有啊 以前我就记得曾经有过 我还在美国的一个电视连续剧 叫做Everybody Loves Raymond 他就曾经说过 他妈抱怨说 Raymond有一次这个 给送给他妈的一个生日礼物 就是在未来的一年 每个月给他妈送就是超市 给他妈给他爸送去一盒水果 他妈他爸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 已经开始叫了 说不行我们吃不了这么多水果 你怎么给我们送这么多水果呀 我们吃不了啊 我要吃的东西不在你这个水果的系列里头 不在这个品种里头 这个当时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服务 算是比较昂贵的服务 但现在啊 越来越普遍吧 我们今天呢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因为人类呢 从17世纪开始 有一个东西叫做订阅 当时订什么呢 订报纸 17世纪的时候开始 有心人做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你一笔 把你未来的钱先付了 因为之前呢都是 我到一个书店里面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当场交钱买一个东西 很少有这个概念 是我先交钱买未来的东西 但17世纪的订报纸呢 创下了这个先盒 你先把钱给我 然后我每天或者每个礼拜 我送给你 然后到下个月 你再先把钱给我 变成了这个 从17世纪的订报纸到现在 我准备念一些平台 我看看我们的听众当中呢 有多少人订阅了这些平台 Netflix 这是看电影的 Substack 可能你不知道干什么 Patreon 第三个 然后Hulu第四个 HBO第五个 Amazon第六个 然后是Fungimation第七个 Apple Plus第八个 Disney Plus第九个 HBO 那个什么Warner Brothers 还有什么OnlyFans等等 我就不想说了 可能 如果你说连买东西都算上 那就上百了 对 我们今天要只说娱乐的话呢 那么可能几十个都有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准备这么一个出发点 因为我知道 我们的听众当中呢 有一些人是刚才我念的那一大串 全有 但是这些人呢 相对来说比较少 就是我们的听众比较少 有些人呢 刚才说那一大串 一个也没有 就这件事 跟他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顺便说 刚才说那一大串啊 没有一个是 纯中文的 他都需要一定的英文 所以有些人呢 可能那一大串 任何都没有 但是我觉得 中间的这块比较多 就是他有一个 有那么一两个 比较多 那么这些人呢 不管你是哪一个群吧 你利用今天这个节目 就可以了解到很多 现在活跃在 网上的这些平台 他们都是干什么的 以及相伴随的一个叫做 所谓订阅疲乏症 然后同时我们再看看 不同的年龄的人 对这些平台的吸收 又是怎么样的 以及多为您来说呢 可能你听了 有一些新鲜的呀 你现在你不知道 也可能你会去尝试一下 对刚才说过了 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有 有的人可能全没有 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 肯定每个家庭恨不得啊 都会有订阅某些东西 不管是频道也好 不管是服务也好 基本上都是交月费的这种 这么说吧 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十来岁 二十来岁 三十来岁的孩子 那他没订这些当中 没可能 对只能这么说 除非他就跟这个社会隔绝了 对否则的话必须要有 现在你看两个影响最大的 一个是Netflix 一个就是这个Amazon的Prime 这两个现在已经 据现在的这个抽样调查 已经变成生活必需品了 这个和你家里边的水电 几乎是一样的 就像现在手机和那个 就是无线上网 这个家庭里头基本上就变成一个必备的东西了 坐机可以取消 但是手机不能没有 然后就是上网的服务 十个家庭里头 只要你在经济上还可以负担的话 基本上这个服务是不能少的 所以呢 这个就已经变成了生活的必需品了 于是 我想问一下 中讯应该是Netflix最忠实的订户 第一批 然后这是几几年的事啊 十好几年了 有十年吗 他就是他出来的那第一 就有了 对 但是你改过他的服务吗 从最基本的服务变成比较高级一点的服务 有改过吗 没有 是这样的 他最早呢 没有串流 他最早只是把那个跌寄到家里嘛 对 然后后来又增加了串流 所以他现在是二选一 你或者是这样 你二选一或者两个都要 就是要不就寄跌到你家 要不就串流 或者是你又寄跌又串流 我是两个都要的 你既有跌又有串流 我每个礼拜都在说他的跌 看完寄回去看完寄回去 因为大量的电影串流没有啊 这不是很简单吗 对不对 好 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 我们就从这来就介绍一种新型的 而在这种新型的在网络上非常的普遍 就是叫做打赏 打赏这个字呢 来自于中国大陆 是中国大陆的网上用语 就是我做个节目 或者我在这给你提供一个什么内容呢 是免费的 但是我希望你打赏我 五块十块八块打赏 后来进而发展到 哦原来有一些死忠的粉丝 他是愿意打赏的 那么那些沾光的人不让了 于是我提供一部分内容是免费的 欲知详情请你付费 这个就是Patreon Patreon就是一个打赏的网站 他是从YouTube那分出来的 因为YouTube呢 你在上面提供内容免费 然后等你到了一定量的时候 比如20万的人订阅了 那么YouTube给你分点钱 对吧 可是呢 你没有到的一个很可观的数字的时候 你是拿不到钱的 可是YouTube照样在上面放广告 他一分钱也不分给你 什么人跑到Patreon了吗 比如说有一些人做Podcast的 有一些人是有主题性的 我专门讲一个主题 他又不完全上课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音乐家呀 基本上就是分领域了 那么你喜欢什么主题 你比如这个人他对音乐特别感兴趣 或者有一个人对文学特别感兴趣 或者有一个人对哲学感兴趣 或者有一个人对政治感兴趣等等 都可以 尤其是当重大政治事件发生的时候 有一些网上的一些评论员呢 他们有真知灼见或者怎么样 他就说了 请你到Patreon去 到Patreon打赏特别低五块钱 或者有的时候没钱两块钱也行 就反正你得给点钱 你给点钱呢 马上你就变成了订阅 你就可以看 那么你想想啊 一个人一个月给他五块钱 如果有一千个人的话 你想想 这个也不少啊 对不对 没错 这个让我想起来 那个早期的时候 中国的那个叫做天桥卖把似的 对 拿那个盆子转圈 转圈 对 有钱捧个钱厂 没钱捧个人厂 对 这个打赏呢 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他既要你的流量 又要你的钱 那么你最好是两者都有 如果没有的话 你捧个人厂也可以 有流量 你如果不给钱的话 点个赞啊什么的 也是好的 因为点赞多了以后 和没有点赞的那个 网路给你的打赏是不一样的 给你的回馈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他是这么一个形式出现的 所以 现在有点回归历史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 确实是不容易 大家都知道 如果在podcast 在这个patreon这些地方 都是叫做内容为王 你必须要讲得好 你必须要有人愿意听 人家才肯打赏 人家肯你 肯捧你个人场嘛 如果听了两分钟 人家就转台了 关机了 那就不行了 他的更残酷啊 不在于两分钟 我觉得你第一集做的很棒 你第二集做的很棒 从第三集开始 每况愈下 没了 就没了 你知道吗 特别的残酷 一点忠诚度都没有的 没有忠诚度的 对 所以呢 现在培养出来的 网路上的这个 就是粉丝也好 点击也好呢 这个是来的快 去的也快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一阵风 一个网红 红了没多长时间 这个 销售匿迹 对 它的创造力 或者它的 这个就是 让人们感觉到 动心的东西 一消失 那所有的粉丝 就全部消失了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年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 就是叫做订阅 这个订阅呢 好像稍微有一点狭义了 因为最早的时候是订阅 就是因为从订阅报纸开始嘛 历史是从这开始的 但后来呢 是订阅 也是看电视 有线电视 也是这个进入到订阅的这个频 它是把很多的电视台都收到自己的这个平台之下 然后你付一个费 你就可以看一百个两百个三百个不同的这个电视频道 但是现在呢 有了串流以后 情况就又不一样了 一个平台呢 它最宝贵的 最值钱的东西呢 就是内容 那么这些内容呢 它除了有像电视啊 电影啊 这个都是大量的珍贵的 以前拍好的这种片子 是叫做资料库里边的 但是它必须要有源源不断的新的创作的产品出来才可以 否则的话 您的生命力很快就会枯竭 很快就会没有 所以现在人人都在注意 一个网站或者一个平台 它到底有没有好的东西推出来 这个才是真正关键的东西 但是现在进入到目前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网络社会当中呢 这个竞争力已经到了非常残酷的地步 是 于是呢 他也把这个社会啊 进行了一些分割 举例来说啊 记者 一个记者他写了报道 写了文章 因为记者他一定是很能写的 他才能成为记者 结果呢 他要看至少两个人的脸色 第一 编辑 第二 广告商 有的时候有一些媒体 因为我们说记者 有电视记者 广播记者 文字记者都有嘛 网络记者 有一些媒体 这个不能讲 那个不能讲 或者是我们是这个观点的 那个观点的 这些记者突然想 哎 干什么呀 我写一些东西 我可以独立发表啊 刚才最早介绍的 Substack 这个网站 就在2017年的时候诞生了 多数的都是记者 他们不用任何的编辑 不看任何广告商的脸色 他们是独立的新闻工作者 他们隶属于某一些新闻机构 但是他在业余时间 把他们写的东西 发表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享受着绝对的言论的自由 新闻的自由 所以这个网站成长得非常的快 当然了 他们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所以不是免费的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打赏啊 订阅都有这个 就三块钱 五块钱 一个月 只要是我的东西好 那么有的时候一年下来 一个记者 五六万额外的收入 是完全有可能的 你知道吗 因为五块钱一个人 一千个人嘛 在网上你的好东西 有一千个人看 那一千个人打赏 是很容易做到的呀 对不对 这个就产生了 再给大家介绍 OnlyFans这个网站 只给粉丝 翻译成中文 这个就是这样 就是打赏文化资深的 就是你干的任何事情 你突然意识到它有价值 你像OnlyFans这个网站 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一些 包括Beyonce这么大的明星 都在上面发歌 当然你花个几块钱 但是后来 这个有点遗憾 不过我也是讲给大家 听到并不是推广它 就是你知道 有一些人动了一个脑筋 我觉得这个脑筋 也是迟早要动 在网上有这么多 免费的色情的 我和我女朋友 或者我和我男朋友 我们俩拍一段 放在上面 收费 我就不经过任何人 对不对 这是我的产品 我放在上面 你交个三块五块 OnlyFans慢慢向那儿滑动 变成了以色情为主的了 都是民间的一些人 他把他的那个拍放上去 假如有什么三四千个人看 一个人给个三五块 你知道吗 他把这件事也变成生意了 那么由此你往下推想 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你不能 不把它变成 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就是所谓金钱化 就是现在说的这个东西 那么这样的话 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主流的 Netflix 什么Discovery Plus 所有的这些 这个Plus 那个Plus Apple Plus Disney Plus 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因为人就二十小时 他就两个眼睛 你知道吗 我眼睛看这个的时候 我就不能看那个 所以他们呢 你要注意一下 他是绞尽脑汁啊 这个分分秒秒在推出新的内容了 但是再怎么说 我在看Netflix 那个两个小时的时候 我就没法看你Apple Plus 你还让不让我干别的事了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叫做订阅批乏症呢 也慢慢的开始产生 对 太多东西了 所以你要订这个 又要订那个 什么东西对你来说都好 关键是 它都不是很贵 所以呢 对 你就觉得好像还行 以前那个有线电视 弄一弄就是70块80块 一个月 那个月费 上百的都有 如果你要包括各种各样的 这个付费的体育频道之类的话 那是100多块钱的都有 现在呢 大部分的都是10来块钱 有的是7块钱 9块钱 这种包括5块钱的都有 月费 一开始还免费给你 给你两个月呢 所以这一下呢 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这个就开始突然发现 哎呦 我这个月怎么 光是订阅各种各样的频道 就已经花了100多块钱了 这个就是目前的情况 而且很多东西你订了以后呢 你没时间看 或者说只看了一次两次 逐渐的呢 他这个竞争就开始了 当你一看到我每个月订了这么多频道 这么多平台 我没有时间 或者是这个平台里边 比如说值得我看的东西只有一个 或者两个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如果要有新的选择 又想订新的时候 他首先考虑的是把你这个频道取消掉啊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在征人的眼球 征人的时间 征人的月费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竞争就变得非常的残酷了 而世道呢就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 过去你要取消一份报纸的订阅 你要取消一个有线电视频道的订阅 你要跟一个活人讲话 那个活人流着眼泪 你知道吗 那叫困难啊 你要取消一下 包括什么网络 什么AOL 对不对 那时候想换个网络公司 那叫麻烦啊 你一听说 他一听说你换这样吧 给你俩月免费 你知道吗 特别的困难 你知道刚才上述我说的那一大堆平台 绝对没有活人跟你讲话 一秒钟 上去以后 咔嚓一按 不要了 第二天没了 或者第二个月没了 对 所以呢 这就培养出下面一个东西 就刚才说的 绝对没有忠诚度可言 没有任何的 各方面的压力 那么这样一下 它就使得这个争夺力就更残酷 到最后就是一句话 就是内容就是商品 一切的靠内容取上 一切的都是要 大家就绞尽老支要拼这个东西 于是我们看到 你像Netflix 在疫情期间 它的订阅大增 但是到这个季度的时候下来了 对 从过去的1500万 2020年啊 1500万的新订户 到最后这个季度 400万 对 就是今年的第一季度 只有400万 这说明实际上呢 第一是这个疫情逐渐的过去 大家都又开始恢复上班啊什么的 可能在家里头的时间短了 第二呢 就是实际上有一些 这个疲劳症 其实就出现了 在过去刚刚进行的一个调查呢 就发现美国有50%以上的 接受调查的成年人 说他们有这个叫订阅 疲劳症 疲乏症 原因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东西太多 然后没有时间看 同时又交了钱 那么有的呢 就对订阅的这个品质的 上下的这种幅度 或者说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的要求 就是对这个内容了 就是平台的内容 没有达到要求呢 也有些抱怨 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个疲乏症了 就产生了这个疲劳症了 这个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在这个各种各样的平台当中 你可以当然是浩瀚如大海一般 什么样的话题 什么样的内容 你基本上都可以找到 而且它分的很细你知道吗 如果你喜欢日本卡通 有这么个平台 全是日本卡通 对不对 你喜欢大自然动物世界 有这么一个平台 全都是这玩意儿 这受不了啊 对不对 而且这里头就是相互之间的比较了 到底是谁 讲的更好一点 或者是谁的这个粉丝更多一点 那它就会争取到更多的这个打赏 争取到更多的订阅嘛 所以这个东西呢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文化了 而且呢 现在等于是 刚才还说了 有这个记者 他们写一些报道什么的 现在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个体户的记者了 你碰到的什么东西 拍的什么照片 看到的一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 拍下来以后放到网站上 再配上一点你自己当时拍下来 这个就是情景的描述的话 这不就是一篇很好的新闻报道了吗